有什么问题要问问他们 我就想问问四位男嘉宾 印象最深 而且是一直影响着你们的一个画面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 是小时候父亲给我拉二胡吹笛子的一个画面 我父亲是一个作曲家 专门进行这个关于壮族的这个作曲的 以前在我小的时候呢 父亲一大早就起来拉二胡吹笛子 特别是关于这个塞马的这首二胡 他拉得特别多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缠着我爸爸说我要听故事 然后爸爸呢就会给我讲王维的红豆生南国 有时候呢其他小伙伴会很羡慕我 他们会说哇你爸爸是作曲家耶 那时候心里面就感觉特别的自豪 特别的骄傲 我父亲他也会教我那个拉二胡吹笛子 但往往这个时候我就会丢到一边 父亲也没有去强求我 人有但需或福 初中的时候呢 我母亲得了一场重病 高血压 伴有各种并发症 那时候家里面金具也挺拮据的 父亲一个月工资才三千多 但是治疗妈妈的那个费用花了二三十万 生活特别的艰苦 即使在这样艰苦的一个条件上面 父亲也会每天早上拉二胡吹笛子 这种祸打洒脱的心态 把我深深地震撼到了 我觉得就像你今天 别管旁边是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还是六号 你都要一如既往地去展现和表达你自己 二号 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上高中的一个晚上 昏黄的乌丝灯照着爸爸 爸爸不停地抽着烟 我说 爸 等病好了再抽吧 爸爸说 等你们都可以逐具做事了 我就不抽了 那次病倒是因为爸爸 为了给我们挣两千元的学费 在工地系了十五天砖 我们累倒的 是爸爸告诉我 要学会负重前行 做学一年后 我又考上了大学 开学前的一天 爸爸杀了一朵猪 宴庆 喝了很多酒 去年爸爸出车祸 伯伯把我藏到他的椅底前 我跪在那里痛哭 想起爸爸抽烟的样子 想起爸爸杀猪时的那个冻怪情 一切都没有来得及报答 六里往后是我决定回乡创业 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 不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最困难的时候是一期大本建设 那时候资金链断了 整整饱了一个月 借来了两万元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 我培育出了达到产品级别的玫瑰花 那时候只采下一百朵 拉去县城卖 卖了九十九朵 剩下一朵最饱满 收单后 第一件事就是给爸爸上香 我心里默想着 儿子做到了 您放心吧 我会让妈妈和妹妹过得更好的 爸爸说 等你们都可以出去做事了 我就不抽了 我心里默想着 儿子做到了 您放心吧 你看你刚才收下的那个玫瑰花 背后是有这样的故事的 很感动 三号 我小时候早上起床上学 妈妈都会轻声地跟我说 爸爸刚刚回来睡一下 我的父亲是一名警察 他总是在我睡着了之后 出勤各种紧急的任务 甚至一个月也没能见上几面 就一直在父亲这样的影响下 我也报考了公安局 很庆幸现在 我也成为了像父亲一样的人 2019年3月 我正式成为一名租层工作队员 我所在的村有一千多户 我资格也有五户 平常我的工作 就是整理材料 汇集 报告 调研 以及一些工作的总结 我的五户 贫困户 我帮他们申请小的信贷 帮他们发展产业 还有一户 需要心脏搭桥 做手术 我为其收集了 很多的相关证明 医保 报销达到了90% 祖存的地方 离家也不是很远 大约一个多小时 但是 一般四五个月回家一趟 今年年初 疫情爆发 大年初一凌晨两点 我接到紧急任务 去临线的交界出手卡 工作了这么久 我自己也能感觉到 爸爸是 当年是怎么过来的 在工作的不知不觉中 你也变成了像他一样的人 对 能理解 当警嫂不容易啊 很伟大 你想成为那个伟大的人吗 没事一会儿再决定 也保不准 明天就成为那个伟大的人了 来 四号 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 高中的时候在学校门口 看着同学他们在走栏上面打闹 而且因为交付起学费 没有办法继续去上学 以前我家是建打利卡贫困户 每周的话 我去学校都是背着那个猪油啊 还有玉米啊 环豆啊 那个玉米呢就是饭 然后环豆呢就是菜啊 我在高中妈妈生病的时候 带来去摆着治疗嘛 然后就欠了三万块钱 到我高二的时候 一开学就是因为 一千多块钱的学账费交不起 然后我就跟爸妈说 我不读书了 我要出去外面打工了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输的话 他们也会想办法给我借钱 让我继续去念书 但是我知道因为妈妈身边这个原因呢 已经把亲戚该借的钱都借完了 我知道已经没有办法借钱了 我收拾东西回家的那一天呢 很多同学走在我前面 然后我在他们的后面 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 流成了一条线 后面开学 几天之后我到我们县城这里来 我还特意到了我们学校门口那里 我可以看到我之前的那个教室的走廊 然后我很熟悉 我们班上的很多跟我玩得好的朋友的背影 他们没有看到我 有很多同学发信息问我说 是好开学几天了你怎么没来 然后我只是跟他们说 因为家里面还有事情 我暂时来不了 然后过了几天 我到我们巴马县蝉联那边去 巴马妈妈办理那个厂级证的时候呢 我们县的蝉联理事长他就问我 你现在在哪里读书 我就跟他说 因为妈妈生病 然后家里面欠了三万多块钱 我没有钱去交学费了 我正准备过几天就去广东打工 然后理事长就跟我说 你年纪还太小了 不是啊 现在出去外面打工 这样吧 我们厂联这边帮你教 接下来的所有的写照费 你先把高中文念完 到了在学 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然后我就继续又回到了 我们班上去继续去上课 后来我成为了我们周围 五个囤里面的第一个大学生 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我和我的家人 享受过国家的A类的低保 还有医疗保险 住鞋大款 还有异地搬迁 还接受过爱心人士 两万块钱的监住 是我大学的生活费 然后我才能胜利的大学毕业 刚刚始毕业的时候 我在深圳那边工作 那时候的话 我一个月有八千多块钱的工资 后面我知道 我们巴马县都在做拖片空间 有一个岗位非常适合我 虽然只有一个月两千多块钱的公司 但是我愿意选择回来 建设我们的家乡 我最难忘的画面 我去到我高中的学校门口 我站在校门口 看着很熟悉的走篮和 很熟悉的同学的背影 但是我因为交不起 学的费 没办法继续上学的画面 一直激励着我 也因为这个事情让我知道了 应该 做人应该自然土豹这样子